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配的神明。 莎士比亚黑夜使眼睛失去它的作用, 但却使卧耳朵的听觉更为灵敏。 它虽然妨碍了视觉的活动, 却给予了听觉加倍的补偿莎士比亚自有戏剧以来。 它的目的始终是反莎士比亚充实思想, 不在于言语的复利。 莎士比亚在时间的大中上只有两个字。 现在,莎士比亚间接是智慧的灵魂。 冗长是不浅的早逝。 莎士比亚天外人的失败。 都有事失败在做事不彻底。 往往做到离成功上差一步就终止不做了。 莎士比亚情欲犹如碳魄, 必须使它冷却。 否则,那烈魄会把心儿烧焦。 莎士比亚对自己不信任, 还会信任什么真理? 莎士比亚。 莎士比亚心中充满旋律, 能温透到人们的心灵。 莎士比亚, 我的言语高高飞起。 我的思想滞留底下。 没有思想的言语, 永远不会上升天界。 莎士比亚美貌和智慧很少结合在一起。 莎士比亚。